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背的工作 默写的工作 这一节课 专题五这节课 机械设备安装非常的重要 五星的知识点 你可以做一个备注 在我们教材的六十四页 在六十四页 就是 机械设备安装技术它为什么重要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 它都很重要 首先 它的考核频率 大概呢 每一年有一到两 一至两道题的选择题 可以是单选 可以是单选 也可以是多选 一到两个 案例 每年的重点 所以它分值高啊 它很重要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我们整本教材 要学到十四个专业 就在我们第一节课 已经告诉过大家 我们开始认识材料和设备 然后学三大技术 测量 体重 焊接 最后开始具体的安装工作 我们这本书里边 机械学了十四个专业 安装一些机械设备 安装一些电器 安装一些管道 安装一些动力设备 定制设备等等 我们学的第一个专业 就是机械设备 所以你想它 它能够重要吗 它可以作为 其他所有专业的一个 也就是说 我们总说 要把基础夯实了 你把第一个专业 给学扎实了 你之后再学什么 电器啊 动力设备啊 我们的钢结构 管道 都很简单 就好理解了 所以说 从两个角度来讲 它都很重要 如果说这节课 你没有预习 没关系 下去好好地 多听一下 我们这个录播 一定要重视啊 这一节的支点 我们来看一下 黑体子弹2 教材的66页的上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设备基础施工 质量验书的要求 设备基础 混凝土强度的验书要求 我问一下大家 基础混凝土谁做 作为一个堂识问题 基础 我们做安装工作的 我们说我们做基电的 一般来说 基础混凝土谁做 有学生说甲方 大云同样说土建 对了 基本上就土建单位来做 基本上是土建单位来做 除非 我们是包含了土建的 整个EPC的这样的工程 大部分都是土建来做 然后我们接着做安装 好 那因此我们就要做验书了 这算是一个交接的工作 基础施工单位 基础施工单位 也就是我们这个图建 来提供什么呢 设备基础的质量 合格证明文件 由土建来提供证明文件 证明它的混凝土 做的是合格的 那么我们检查什么呢 这个呢考过09年的多选 就底下的这个黄色的 关键词 检查三个 一混凝土的配合比 我们知道混凝土 由水泥石灰沙子组成 哪个最贵啊 水泥最贵是不是 所以它的配合比 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脱空减料 第二混凝土的养护 混凝土养护的时间够不够 养护的湿度温度够不够 混凝土的养护 如果说它养护的时间不够 那么强度就不够 也有可能造成以后的开裂 这就比较麻烦 以及第三混凝土的强度 这三个都比较好理解 可以作为多选来掌握 09年已经搞过了 配合比养护强度 这都是我们对混凝土的 检查验收哪些方面 好 然后如果 对设备基础的强度 有怀疑的时候 可以请由检测资质的工程检测单位来检测 好 我们说 我觉得它这个强 这个基础混凝土做的不好 不是你说不好就不好的 需要由第三方的独立的检测单位来检测 那么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叫回弹法和钻心法 这个呢也是了解一下这个名词就可以了 我们也给大家稍稍的解释一下啊 什么叫回弹法 什么叫钻心法 左边这个叫回弹法 什么叫回弹呢 用重锤 这个我们一个小的设备 重锤来弹基基础的混凝土的地面 当然你测墙体也可以 你就可以弹墙体 弹基之后呢 通过这个仪器 可以读出回弹值 通过这个回弹值 来检测基础的强度 所以太大 这个数值太大也不好 太小也不好 我们在一个区间里边 基础混凝土的强度 还有就是钻心法 这个方法呢 有点类似于取活体 它就半破坏性的 钻一块基础下来 拿到实验室里边做检测 这个的方法呢 更为精确一点 但是它的缺点是有破坏性 好 这就是我们如果有怀疑 可以用了检测的方法 这个也是作为多选来掌握的点 比较简单 到现在还没讲到按理题的点 好 我们口诀叫什么呢 叫怀疑谈心 怀疑谈心 就是哎呀 有疑虑 我怀疑你了 那么就聊聊天呗 怀疑谈心 还挺符合我们的逻辑 理解了啊 这个记忆 怀疑谈心指的是 对基础有怀疑的时候 谈回弹法的谈 心 钻心法的心 好 这是我们检测的方式 然后括号二 括号二 这句话 考过08年的单选 第一年的案例 就一个词 一个词 说重要的设备基础 应该用重锤 刚刚我们看过了 那个重锤 就是回弹法 做预压强度实验 预压和并有预压沉降的详细记录 好 实验的名声要记住 叫预压强度实验 然后做什么记录呢 预压的沉降 详细记录 好 这个呢 我们说考过两次 一个单选 一个案例题 非常非常的简单 对吧 我马上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学过起重技术了 起重技术的地面 要做什么实验 还记不记得 打在讨论区 大云同学 打得非常的快 耐压力实验 哭作同学也打了 耐压力 11同学写了耐压力测试 有些夯实的 有些重锤 大部分的同学都写了耐压力 恭喜大家 自己给自己加一分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什么呢 你就在这个空白区写上了 我们学到后面 越学后面 越要举一反三 越要把前面的支点融会贯通 在起重机里边 叫耐压力测试 在我们这个基础 就是设备安装的基础 叫预压强度实验 我提醒大家 在早年的版本 比如说13年以前 他们两个是混为一谈的 后来给去分开了 你看耐压力 跟这个预压强度实验 还不太一样 还不太一样 我们起重机更强调的是 长时间的这个受力 是吧 耐压力 在同一个这个地面 主要呢 都是指强度上的 好 而我们在设备里边 关注的关键词是成将 提醒一下大家 继续往下 海涛同学说 老师是不是认识库座 老师拿他举例子 我不认识啊 因为每次库座同学的 就是学习的效果比较好 回馈的很快 如果大家以后 我提问 然后你回馈特别快的时候 我就会经常见到你的名字了 属于学霸型的 有几个学霸型的同学 好我们看啊 第四 玉埋地角螺栓的验收要求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玉埋地角螺栓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非常简单 它的作用是定位的 定位 待会我们会给大家看一个图 它的作用是定位 玉埋地角螺栓的 什么要符合规范呢 一位置 二标高 以及三 露出基础的长度 要符合相应的规范 这是我们玉埋地角螺栓的实物图 右边是一个示意图 小时候有点小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两个啊 都不好 都不好 一个呢 是地角螺栓露出太长 一个是露出太短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图 你们好理解一点 这就是玉埋地角螺栓 你看 我们的设备上面 是有预留的孔洞的 而玉埋地角螺栓 是把它固定 在我们底下的基础 这个螺栓跟那个孔对上 能对上 才下得去 对不对 这是我们玉埋地角螺栓的作用 是用来定位的 好 我们看一下 继续回头看一下 刚刚这个图 说这两个图都不好 为什么 为什么不好呢 一个是过长 当露出过长 不好 但是它的危害 没有露出过短 露出过长呢 大不了 你就让它露着也行 如果实在有点碍事呢 你就把它锯掉 但是露出太短 怎么办 露出太短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图 看这实物图 你这螺栓是拧不了的呀 你没有露出来 螺母 这个螺栓怎么拧得上去 这就比较麻烦 你只能补汗一截 补汗一截 加一截 螺栓上去 所以都不好 露出长度太长太短都不好 合适最好 所以我们的位置要合适 位置不合适 对不上去 标高要合适 露出的长度要合适 这些都非常好理解 对太长太短都不好 太短的话你不上 好 我们继续往下 再来看一下第四 安装 杖毛地角螺栓的基础混凝土的强度不小于10兆帕 基础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有裂缝的部位 不得使用杖毛地角螺栓 我们平时称它为膨胀螺丝 对不对 如果说大家有动手 家装 你们家里边装修 你自己有动手的话 一些壁架 就是墙上用的一些装饰的 经常用到这个膨胀螺丝 你要按空调 或者是按一些壁挂的洗衣机 壁挂的电视 膨胀螺丝 它打进去之后就膨胀了 就比较吃劲 比较吃劲 我们的这个墙体 通过墙体来吃劲 那因此它对我们的这个混凝土 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强度不能够小 如果是打到这个空心砖上边 效果就不好 另外有这个常识的 有裂缝的不能打 你想有裂缝的 一打这个裂缝就越开越大了 根本就抓不住劲 另外呢 有裂缝它的强度 也根本就达不到我们的10兆帕 对吧 好 就是关于膨胀 对小罗栓 你对这个数据有一定的印象 10兆帕也非常好记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再来看黑底子大三 设备基础常见的质量通病 好 这个黑底子大三呢 我们一件没考过 二件15年考过案例 所以有的时候 他们也会出现 一二件会出现 就是不重合的地方 大家各自考的相近的地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 酷子同学说 老师基础的位置尺寸 检查项目 不是要考案例吗 这个点啊 在14年考过了 我个人认为 一般这个点 因为内容过多 内容稍稍的有点多 这个在14年考过了 你提到的这个检查的项目 可以下去看一下就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黑底子大三 基础常见的质量通病 好 首先你记一个结论 都是什么什么超差 什么超差 对吧 超差 要不然就过高 要不然就过矮 什么超差呢 三个东西 也非常好记 你就记三个东西超差 一个是平面 就是我底下这个凸台 你这个凸台 我底下有个台子 要不然高了 要不然矮了 这个平面超差 第二个 是地角螺栓 我们上面的这个地角螺栓 超差 地角螺栓哪个超差呢 就是刚才我们要求注意的那三个 一它的位置 二它的标高 三它露出的长度 地角螺栓的这三个超差 以及第三 地角螺栓的孔 好 地角螺栓我们预留孔洞 之后还会再详细的学到 关于如何来交换的问题 交注的问题 地角螺栓孔超差 会使地角螺栓无法正确埋涉 同样的 它有可能过深或过浅 地角螺栓孔 过深还好 过深大不了 我就浪费多一点水泥 对不对 混凝土我浇多一点 浪费多一点 就怕它过去 好 这下如果我这个地角螺栓孔 留这么一点点 我这个地角螺栓可就下不去了 只能有一点点下进去 根本就不吃劲的 很容易就松动了 对吧 所以说 你首先知道 三个东西超差 哪三个 一个是平面 一个是地角螺栓本身 一个是地角螺栓口 好 这样就记住了 我们再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口诀 来记一下 有学员说 超差是什么意思 超过误差 记下来了吗 超过误差 就叫超差 要不然就是 过大 要不然就过小 超过误差 好 我们要求十毫米 对不对 我们要求十毫米 你做成十 十二毫米了 比如说我们要求 可以有正负一 正负一的偏差 你做成十二了 这是过大了 你做成七了 这是过小了 都是不允许的 但是 你做成九 可以 你做成十一 可以 那么这个正负一 就是误差值 允许的误差值 大家知道了吗 超差 可以记下来 超过误差 超过误差值 对 超过允许偏差 有学员说 短了 不可以打眼吗 往哪打眼 往那个地角螺山孔 是吧 可以啊 你可以 我就是说 它的麻烦程度 要超过 过深 它的麻烦程度 过大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 既然是质量通病了 那么就是经常容易出现的 我们当然都有 补救的措施 但是你既然是补救 肯定没有 最开始做的好 就是你一开始把它做好 就不用补救了 是这个意思 谢谢小赵同学 感冒已经好了 我身体还是不错的 基本上生病了 不吃药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口诀 叫超差 屏子摔碎了 肯定就影响质量了 所以我们说是设备基础的质量通病 质量上的 超差 屏落空 什么意思呢 首先都是什么什么 超差 对吧 那三个点 我们用三个字来记 屏 屏面的屏 落 螺栓的螺 空 螺栓孔的孔 有一定的印象就好了 至少你知道是三个方面的超差 好 继续往下 这个土博鼠同学也是非常的有经验 他说的很正确 刚刚有同学说 过浅了 我就打孔 但是如果你要打孔的 就会是刚好感到有肛筋的话 那是比较麻烦的 会伤到我们的结构 好了刚才讲到的都是一些选择题的点 现在来讲一个干货硬货 67页的最上方 这个很重要 那么我们说 同样的 它为什么重要 两个方面 第一 它的考试频率 第二 它是我们将来学所有专业的一个基础 大家知道它的重要程度了 它是学其他专业的一个基础 你要把第一次 你就把这个基础给夯大实了 我们都夯实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记一下考试频率 愿意记那个真题 考试频率的学员 我建议大家 能记都把它记一下 你心里边就有数了 心里边就不慌了 哪些地方 年年考 哪些地方年年都不考 你记一下 就这个 机械周围安装的程序 一件 10年案例 15年案例 013同学研究过 说15年考过 对 一件 10年案例 15年案例 二件 10年单选 12年单选 看看 我说什么 总有年份 就是总有年份 二件考了 一件紧接着考 所以告诉大家一个惊喜 就是 你考一件 去做二件的题 考二件 去做一件的题 可以的话 你明年考一件 先去参加二件的考试 有的时候 就可以赶上当年的考点 好 我们讲一下 它的考试比率 然后讲一下 它为什么重要呢 作为其他专业的一个基础 来 我们来做一个准备 好 程序特别多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有14个专业 再加上一个消防 消防不是专业 它是专项工程 总共有14个专业 可是14个专业 就14个程序吗 可不是 14个专业里边 有好多内容呢 我举个例子 我们有工业电器 有建筑电器 对不对 建筑电器 它自己将近就得有 10个施工程序 好 我们之后又会学智能化 智能化本身 下面又有10个小的专业 这下就头疼了 如果你把它一加 整本书里边 相应的施工程序 得有30多个 特别头疼 怎么办呢 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 通用 就全场通用的技巧 80%都能用到的一个技巧 我们看一下 什么技巧 两步走 分两步 第一步叫掐头去尾 你想着你要吃 就是摘蔬菜 我买来的这个 小油菜 小白菜 掐头去尾 头上的根去掉 买的菠菜 尾巴上黄的叶子去掉 掐头去尾 你一要三同学都听过 是不是 你是听过二线 还是听过网间的课程 掐头去尾法 第一件事掐头去尾 80%的程序 都可以掐头去尾 为什么 因为它通用了 好我们看一下头 开箱检查 测量放线 基础的验收 通用的 大部分的 专业都是 首先开箱检查 你看一下设备 有没有损坏 然后基础放线 就滑线 你需要把设备 你需要把设备安装在哪 然后对基础进行验收 验收的内容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混凝土的强度 混凝土的配合比 混凝土的养护时间 对不对 这都属于准备工作 头去掉了 去尾 尾 80%都是 试运转和验收 你可以去验证一下 我们这个 翻翻后面的内容 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头去掉了 尾 试运转和验收 好 这就少了一小半了 第二个工作 第二步 第一件事 掐头去尾 我看看有没有学员知道的 哭作同学 已经把口诀都提前打算了 好 第二个工作是抓重点 抓重点 重点 基本上出现在中间偏后的位置 我们这个的话 可以从电铁设置开始 就这黄色的部分 记住了 大部分的程序都是 第一件事 掐头去尾 第二件事 高重点 中间往往在中间偏后的位置 所以它考什么呢 基本上就考中间 大家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通用性的技巧 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讲一讲 这个设备的安装 一步一步的讲 既然是第一个 我们作为基础的 就要学扎实了 对不对 好 然后有学员说 留名同学说 不应该验收后再测量吗 对 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好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个人应该认为 这个测量放线和基础验收 其实该调换一下 好 比如说你的滑好线了 你说我安装在这个地方 然后结果说基础不合适 白话了是不是 当然了 考试只能以教材为准 我个人觉得他这个地方也不严谨 应该先验收再测量放线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基础 机械设备安装的一般程序 从第一步开始看起 第一 开箱检查 然后第二 基础测量放线 第三 基础的检查验收 都属于准备工作 然后中间位置是重点 中间电铁设置 我们设备不是直接安装在基础上的 下面是有电铁的 待会儿也是会非常详细的 讲一下电铁的设置 你先知道 是安装在电铁上的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重点来讲 中间这三步 每一步对应一幅图 首先调装就位 好 我们找了一幅图 找到这个位置 位置也很刁钻 调装就位 我们用起重机 把设备调装到 我要安装的位置 好 所以我们说 起重技术非常的重要 你想 你做设备安装也好 电器安装也好 人扛可行吗 根本不现实 根本就离不开起重机 随时随地都离不开起重机 所以它就很重要 好 调装就位 然后 调装就位之后 进行安装 精度的调整与检测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找平 找正 找标高 找平 找正 找标高 调到具体的位置 然后再来做这件工作 位置一旦找好 进行设备的固定与棺浆 固定 我们用什么固定呢 地角螺栓固定 灌浆 那么就用混凝土来灌浆了 好 位置一旦找好 找平 找正 找标高 就进行固定与灌浆了 那么它就不能再移动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一些收尾的工作 如果有零部件 那么等我们的主体设备安装好之后 安装零部件 你不要先把零部件安装好 好 安装好了之后 进行加润滑油 润滑纸 最后对设备加油 最后的试运转 以及工程验收 好 这个符合我们的逻辑理解 最重要的三步 我们给大家提供方法 叫什么呢 就是假设 假设 调软法 既然我们说它最重要 最容易考 而且从顺序上来说不可逆 那我们就假设 把它给调换一下 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现在开始假设了 我们把调装就位 和安装精度调整与检测 调一个个 你想一下 我先找平找正 找标高 然后进行调装就位 可不可行啊 你既然已经找平找正 找标高了之后 你把它调走干嘛 或者说没有其中机 把你调 调到具体的位置 你怎么来找正 对吧 不可行 好 我们在前面这个加上 把电铁设置 跟调装就位 调换一下 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好 我们说了 底下是电铁 这是基础 上面有电铁 然后我们再来放我们的设备 好 现在你调换 等到启动机把这个设备吊在半空中 吊在空中 底下的师傅说 你等会儿 你等会儿 我去把这个电铁放在这 我摆一下电铁 可不可行 从各种角度来说 都不可行 一个是安全的角度 你设备吊在空中 一个师傅上去放电铁 根本就是找死 对不对 第二 这样的话 电铁的设置可能也不是非常的准确 就它的位置 因为比较惊慌 所以不可行 好 我们继续 继续往下 把这个安装精度调整与检测 和设备固定与灌浆 进行一个调换 调换 说 先固定与灌浆 再调整与检测 可不可行 不可能 对不对 你都固定了 你都灌浆了 你还怎么调整它 你还怎么去挪它 找平找正找标高 也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因此 我们从倒推的方式来说 也是 不合理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记住了 继中间的这四步 从电铁设置 一直到固定灌浆 好 这是逻辑理解法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口诀 刚刚有学员已经提到这个口诀了 叫想放茶点 就调浆 不加食言 什么意思呢 说我们工人师傅安装一台设备太辛苦了 吃点下午茶 下午茶呢 不爱吃 咸的 喜欢吃甜食 其实工人师傅一般都喜欢吃盐 咸的 咸一点的 这样的话 我们逆向来 更记得住 所以想放茶点 下午茶 就调浆 加糖浆 不加食言 分别对应每一个的关键字 所以如果一旦考到程序类的案例题 以及排序题 这口诀就很管用了 想开箱的箱 放 放线的放 茶 检查的茶 点 电点的电 救 救味的救 调整的调 将 灌浆的将 零部件的布 加油的加 是 市民转的是 验收的验 大家可以把它记下来 记下来之后回复一个一 有学员说 为啥要调换 调换是我们假设它调换的 逻辑理解法 就是从逻辑上来推理它 013同学说 苏老师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写多了步骤 才 才分会有影响吗 嗯 好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种考怎么考啊 一个是考 选择的排序题 对吧 排序题 百分之百 考中间 这个考不掉 选择题好说 考案例题 怎么考呢 至今为止 像这么长的程序 没有考过通篇的 说 请 减速 机械设备安装的一般程序 没考过 这样考 太多了 你根本没法 平分吧 那就是 很少有人能全写出来 那么怎么考呢 一多半的考法 是考 改错题 说程序账怎么怎么样 然后让你说 按理背景 对不对 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什么 就是一种 就是 改错 另外一种的 补充 说 教章就位后面缺了几个 然后让你写 所以说你要是 多写的话 问题不大 这么说 多写问题不大 没有少写的大 多写扣分的可能性不大 013同意说 比如在其他的安装案例里头 把头尾写上了 没关系 这个没有关系 没关系 我们说了 按例题 您多 不少 按例题 您可多写 不要少写 好 然后 我们接着来讲 接着来讲 写拼音好吗 写拼音估计没分 有的年份 改分研讯 写错别字 都不一定有分 好 现在大家仔细听我讲 我们现在 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讲一个很重要的方法论 有些人说 这个程序比较简单 现在就这工作 对 这个是我们 专业里边 比较简单的一个程序 也是我们学 其他的一个基础 现在仔细听我讲 我又开始讲方法论了 笔支点本身重要 你的教材 的67页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刚刚讲掉了 黑体字大一 机械手被安装了 一般程序 好 现在我们来讲 黑体字大二 机械手被安装 各工序的主要工作内容 然后你来看一下 我说什么 你看什么 黑体字大二的下面 的第一点 就是小一 第一点 小一 就是阿拉伯数字一 开箱检查 然后往下 下一段 阿拉伯数字二 基础测量放线 再往下 三段 阿拉伯数字三 基础 检查验收 阿拉伯数字四 电体设计 继续翻过来 68页最上方 五 调装就位 再往下 六 安装精度调整与检测 七 设备固定关枪 八 零部件装配 九 润滑 设备加油 然后69页上面 十 适应转 十一 工作验收 大家发现规御了吗 我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什么呢 基本上的专业 我们之后会学到的 十四个专业 它的套路就是 先给你扔出来一个 某一个专业 它的整体的一般 施工程序 然后把每一个点展开来讲 那么我们又讲了 插头去尾 每一个工作都差不多 对不对 开箱检查 能检查的都那些 我们待会还会给大家讲 开箱检查套路是什么 视频转业的时候都那些 所以你就知道了 每一个专业 你着重去学它中间的那个 这就是我们整本书 它是怎么把这个 叶码给扩充起来的 它的结构就是这个 大家要知道 整本书的结构 我们最开始学了很简单的 材料是什么 设备是什么 三大技术 三大技术 那些里边 大部分考选择 有一些案例在底 然后呢 我们来学十四个专业 每一个专业的 通用程序是什么 它的每一个点展开是什么 那现在你就知道 重点是什么了 学每一个专业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 我们 设备安装 特别重要的 电铁 电铁 电铁设置 那么电铁设置 它就是按理的考点 好 之后我们又会学到 说动力设备 动力设备的 对轮轴系导中 是重点 所以它年年考 16年考了 17年考 大家掌握了一个 非常有意思的方法了吗 掌握了之后 回复一个一 枯座同学 总结的非常好 总分的结构 我们讲总分 总 先总 总体 然后再分 对吧 总分的一个结构 现在就整本书的结构 你明确了 那么你就不要太害怕它了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在这里边 我们会讲开箱检查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之后 我给大家翻一翻 我们之后学电器设备 电器设备的 77页也会学开箱检查 那么16年 我们在电器这个 就考了一个多选 考开箱检查 你与其去被电器设备的开箱检查 你就被一个通用的开箱检查 就好了吗 所以就就是告诉大家的这个 这个通用性的技巧 好 我们继续往下 好 我们来收一下 现在来讲具体的支点了 来看开箱检查 第一个 所以你第一节课就把开箱检查给学熟了 之后的都是这个样子的 根据什么 根据一 设备的装箱清单 二 随机技术文件 对设备及其零部件 按名称规格 型号 注意进行点 登记和检查 其中重要的零部件 还要按质量标准 进行检验 行程检验记录 好 这个呢 可以作为一个案例题来考 也可以作为选择题 我们讲了 16年考的是电器的开箱检查的 多选 这个点的通用性的技巧是什么呢 说 简记 无非就是外观检查 规格型号数量 技术文件 记录 我们说类比 说快捷 我问大家 现在你们不考虑教材中的这个知识了 你现在在京东 买了两台空调 说家里边太冷了 我买了两台格力的 或者是美地的 我们就空调吧 格力做的比较好一点 你买了两台格力的 什么型号的 某某型号的 我们空调有一匹的 1.5匹的 两匹的 比如说你买了1.5匹的 空调 主卧一个 客厅一个 好 你买了这个空调了 现在我们抛开 就脑袋清空 不要想这么开箱检查 你就说 你今天 京东给你送了两台格力的空调 你想想 在这个快点走之前 你得做哪些工作 打在讨论区 你现在抛开 刚刚我们讲的教条的 教材上那些知识 你就跟京东的快递对接 你要检查一些什么东西 考试的时候就这么想 奥克斯怎么样 也可以啊 都挺好的 陶子同学说 牌子 型号 说明书 合格证 0.13同学说 服了是吧 对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方法嘛 方法很重要 对不对 宝宝同学说 先看是不是这个型号 恭喜你拿到一份了 型号拿到了 蓝宝同学说 包装快没快 恭喜你 也拿到一份 酷子同学说 品牌型号 然后我们这个陶同学 然后呢 对 两台 有没有同学写数量啊 两台对不对 数量有些质量问题 先看外观 牌子型号 各数 箱子有没有破损 里面东西有没有坏 有没有破损 是不是那个外观 检查外包中 有没有破损 外观 有没有破损 有没有破损 说明书型号 合格证 品牌数量 技术参数 功率 先看看能不能打白票 型号外观 数量 发票 检验记录 使用说明书 名牌 外观型号数量 合格证 有没有在极品的功率 都是多数的 非常好 恭喜大家 如果考开箱 简单的案例题 你们全部都拿满去了 首先我们想一下 是不是我要的这个品牌 买的格力也好 欧克斯也好 美地也好 这是什么 品牌对不对 然后型号 是不是我们刚买的 那个1.5匹了 型号 有的时候可能拉错了 对不对 型号 然后呢 外观检查 大家都提到了 看看是不是二手的 三心的 然后有没有破损 数量是我们说的两台 这都提到了 外观啊 规格型号 技术文件 技术文件当中有同学提到了 合格证 说明书 我在这里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小的技巧 说明书 可以做文章啊 什么说明书 使用维护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 维护说明书 还有什么 保修的说明书 就说明书本身 你也可以写了很多 至少可以写三个 合格证 对不对 不要说空调了 你现在买个耳机 买个耳机都有合格证的 最后还有一件事 大家忘了 要干嘛 要做记录 也就是说你要签收啊 签收表示 责任的移交 就是说 你跟快递员说 没问题了 回头他就说 不是他造成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签字 签字了吗 这个签字 也就是记录了 好 很好啊 那么我们就掌握这个点了 对安装的说明书 使用的说明书 维修的说明书 操作的说明书 你看这都说出四个来了 好 这是说明书 我们就 就是说明书 这些开箱检查 我们就过了啊 适用于所有的 那你看去年考到那个电器 你大不了再加一点 电器本身的 它的什么成套配变装置 它的开关柜 它的绝缘磁瓶 加进去 一些它所特有的就够了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基础的 测量放线 测量放线 测量放线的话 我们仍然抛掉教材的内容 抛掉一些 就是教条东西 我们仍然说安空调这个事 是不是离生活就近了 就能记住了啊 我们说 基础的定位依据 一个是根据基准线平面的 一个是基准点高层 那就为钱 根据什么来划这个基准线和基准点呢 你做一个标记 我们平时看书就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拆分啊 会记得更老眼 一工艺固执图 二相关建筑物的轴线 三边缘线 四标高线 有点抽象是不是 我们仍然来看一下 安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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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画一下 画一下大家 就是你们家的空调安在哪 假设这是你们客厅的或者是卧室的墙面 就是不是柜体的 就那种壁挂的 你不可能没事安在脚下面吗 好不方便呢 风出来也不舒服 你都安在哪 墙上 对 一般都是墙上靠近 就是外墙的那个位置 离外墙近的那个墙角落 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这个位置 好 所以我们第一 工艺布置图 那你买来空调 空调本身也会有一些布置图 说啊 后面什么地方是可以下螺栓的 什么地方可以下支架 什么地方是它的插头的位置 第二 建筑物的轴线 你看见没 你是不是得根据你的这个墙 你本身你这个房子的建筑物的边线 它离最上面的这个天花板 角落 或者你可以从脚底下来起这个位置 也是可以的 来测量这个高度也是可以的 所以边缘线 我们的边缘线 标高线 都可以 对不对 轴线边缘线标高线 都可以作为我安装这个设备的一个依据 是不是就用它来代替我们安装设备了 就是仍然是以安装空调来作为理解 好 然后第三 生产线的纵纷线 以及主要设备的中线线 应埋涉永久的中线的标板 主要设备它要埋涉 永久性的标高基准点 在使用安装过程和生产维修 均有可靠的依据 关键就是这个永久性的 它一般用什么呢 用不锈钢 或者用铜 它保存的时间很长 保存时间很长 这就是为什么要用永久性的中心标板 方便我们找位置 好 继续往下了 我们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大头 就是电铁设置 电铁设置我们一键的考核频率呢 10年案例 16年案例 16年的话是考了一点点 就相关的只考了一点点 就是一键 10年16年 二键的话是 15年多选 17年多选 也就是今年刚刚考了 17年的多选 我们来看一下电铁的设置 今天又要延时了 耽误大家时间了 每次都会讲 讲的一细了 时间就比较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电铁设置 案例怎么考啊 案例一般就是考改错题和补充题 好 首先来看一下电铁的作用 电铁的作用 我们仍然说不好记不好理解 那有一个好理解东西 就是桌角 就你们家里边的桌子歪了 桌子不平了 你可以通过电一块硬币啊 电一块纸板啊 来找平 对不对 你把这个电铁理解成 跟它差不多就行了 两个作用 第一 找平找正 找正调平的 通过电铁的厚度来 来找标报和水平 第二 直接记一个结论 叫传递力 传递力 传递力呢 我们还可以拆分 拆成三个 一 设备本身的重量 二 设备的工作载合 以及三 拧紧地角螺栓产生的预警力 来传递给电铁 好 我们电铁的造型呢 有这样的平电铁 斜电铁 还有这种调整电铁 调整电铁比较方便一点 它可以通过拧这个螺栓 通过它左右的移动 往左移 就 厚一点 高一点 往右移 就高一点 就矮一点 对吧 这个图呢 没有给大家放大 通过这个图能看出来 这个设备的底下都是有电铁的 好 我们有课件啊 课件里边能够放大 来看一下 这就是电铁铁的作用 这就是电铁的作用 简记 一 找平找正 找标高 二 传递力 简记 找平 以及传递力 这跟我们家里边 电桌子的桌角 是不是 是一样的 一定要记住了 电铁是传递力的 地角螺栓是干嘛的 我再问一下大家 刚刚讲过了 地角螺栓是干嘛的 这是两个考点啊 地角螺栓我们待会儿还会讲 它跟电铁怎么来进行搭配 固定 对了 定位的 固定的 一个是固定 一个是受力 换句话说 地角螺栓能受力吗 地角螺栓能成为主要的受力固件吗 大家回答一下 地角螺栓能成为主要的受力固件吗 不能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以考案例的下面的点 有些点是常识 我们就不展开了 第一 每组电铁的面积要按随技术文件和规范 进行验算和选用 电铁的规格和尺寸可按 规范要求进行制作使用 特别简单 面积要够 面积 第二 第三 第二没有给大家放进来 第二就是电铁的方法 一个叫做浆法 一个叫压浆法 非常简单 你知道名词就可以了 做浆法和压浆法的区别就是 电铁 灌了混凝土之后要不要抽走 一个是抽走 一个是不抽走 第三 电铁与设备基础之间接触良好 每组电铁应放置整齐压紧 压实也属于常识的接触良好 像这种考道的选项里边都属于送分的点 好 我们继续往下来看 我们这个图里边能够看出来是四块电铁 四块电铁 四块有斜电铁 也有平电铁 然后 梁伯同学这个地方怎么考虑 你刚刚我提到了 改错题 改错题 改错和补充题 好我们看一下啊 每个地角螺栓旁边至少应该放一组电铁 并放在靠近地角螺栓和底座主要收入部位下方 好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地角螺栓和电铁相互搭配 干活不累 好 我们看这个图 长长的就是电铁 我再放大一点话 这是一组电铁 就是两块 这是俯视图 中间呢 是螺栓 这样就理解了啊 你可以理解成电铁在保护我们的地角螺栓 地角螺栓帮我们固定之后呢 它不应该受理 谁受理啊 电铁受理 所以你看 一组 两组 三组 四组 五组 六组 对不对 有很多的布置的方法 我们可以用周边的布置方法 还可以这样子的 有很多 有这样子的 很多的布置方法 总之 一个地角螺栓配一组电铁 如果给你改成一个地角螺栓配一个电铁 对不对啊 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改错的方式 一个 一个地角螺栓配一个电铁中心啊 不可以 一组 一组不是一个哈 好我们再来看 相邻两个电铁之间的距离 移为五百到一千毫米 也就是半米到一米的位置 设备底座有接风策的两侧应各设置一组电铁 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这是一组电铁 这是一组电铁 它俩之间的这个L的间距 一般设置在半米到一米的样子 半米到一米的样子 为什么呢 如果设置的太稀疏啊 设置的太稀疏之后 它就会受力不好 如果太密呢 就有点浪费 有的可能都没起上作用 所以我们总结之后呢 半米到一米位置是最合适的 然后如果有接风 就两边都应该有一组电铁 不要太节约了 这个也很好理解 然后呢 海涛同意说案例题长什么样 能不能拿个真题讲个例子 我们到了第二章 都会放大量的真题 就是大量的案例题 大家不用着急啊 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 第一章的时候 还没有给大家放案例题 因为如果案例题的话 背景比较长 可能讲起来就会 时间不够 本身第一章 花给支点的时间就很多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每组电铁的块数 不宜超过五块 放置平电铁时 厚的在下面 毛的在中间 电铁厚度不宜小于两毫米 好 这一句话 是改错的高频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可以改的地方很多 数据啊什么的 都可以改 首先是五块 五块 我们看到这个图里边是四块 对吧 五块 为什么不行呢 我找了一个 电铁厚的 很简单 失稳嘛 就太多了之后 它稳定性不好 容易失稳 所以极限是五块 然后厚的在下面 薄的在中间 又怎么来理解呢 这个最爱改 改成什么 它说从厚到薄 依次从下往上 从下往上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厚的在下面呢 厚的 受力最大 应该在最下面 而薄的呢 我们放在中间 相当于起一个保护它 保护这个薄的的作用 然后电铁的厚度 不宜小于两毫米 两毫米就太薄了 相当于一个垫片 基本上也不起什么作用了 我们本来说的 电铁帮我们找比较高的 你用找一个那么薄的电铁 就是相当于垫片 没什么作用 另外呢 你厚度太薄 块数也就容易超了 这个也非常好理解 一个五块 一个两毫米 后的在下面 薄的在中间 然后再来看第六 设备调平后 电铁要露出设备底座的 外圆 平电铁露出10到30毫米 斜电铁露出10到50毫米 就是1到3公分 1到5公分 电铁组深入设备底座 底面的长度应超过设备 地角螺栓的中心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通过这个图 更好理解一点 看一下 我们这个 你看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电铁啊 对外是超过设备的 对内 它是超过地角螺栓的 换句话说 电铁要长 电铁要长 里外都要超出对方 我们超多少呢 它这里边讲到了 平电铁是1到3公分 斜电铁1到5公分 斜电铁要超出的多一点 这个图有点虚 就是有点黑 如果你仔细看 也是能看出来 我们这个斜电铁超的多多的 斜电铁 仔细看我们这个斜电铁 实际上是超过了设备的 红色的是设备 下面的这个黑色的是电铁 好 枯座同学说 电铁的厚度不超过两毫米 是指的 电铁的总厚度还是每块 是单块 单块的啊 单块的不要 少于两毫米 单块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七 除铸铁电铁外 设备调整完毕后 各电铁相互间 应该用定位焊焊牢 这句话要注意 最爱改的什么呢 他把除外来的叫划掉 他说铸铁电铁 要用定位焊牢 千万不要选 如果是考选择题 这种 很常见啊 这种考法 铸铁电铁不好焊 不好焊 所以说我们是除它以外 都要把电铁之间焊牢 避免移位 避免移位 这个也很好理解 好 这就是电铁了 然后我们翻过来 翻过来再看第七 固定以灌浆 固定以灌浆 我们来看一下 尤其是这个灌浆 第二 对于解体设备 应先将底座 就位固定后 再将上部设备 进行组装 这个也很好理解 我们刚刚讲了 有零部件 你先把主体安好 主体固定好 再来安这个零部件 也符合我们的 安装习惯 第三 设备灌浆 分为一次灌浆 和二次灌浆 好多学员 不好理解 这个一次灌浆 和二次灌浆 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 一次灌浆 是设备粗导正后 对地角楼窗口 进行的灌浆 二次灌浆 是在精导正后 对地角 设备底座 和基础间 进行的灌浆 好 这个可以考选择题 一个是你要分清 粗导正 核心导正 一个是对什么东西 进行灌浆 我们看一下图 我们看一下图 就是 一次灌浆 我画一下 这个结构图 灌的是这个地方 就是 对角楼窗 这个是 一次灌浆 二次灌浆 灌的是上面 我们的底座 和基础间 灌的是这个地方 我看一下这个图 再给大家放大一点 你看 这样就能看清了 换句话说 我们灌浆 你就这么记 灌浆不是一次完成的 灌浆要分两次 注意了 灌浆不是一次完成 灌浆是要分两次的 但是 注意 也不能等到第一次完全凝固了 再来灌第二次 这样的话 它会分层 我们看一下 这样能看清吗 这个图能看清了吧 这是第一次灌浆 灌的是底下的那个 地角楼窗孔 这是上面的 二次灌浆 灌的是设备的底座 灌的就比较平整 比较的漂亮了 这就是我们的 一次和二次灌浆 很简单 你区分一下 先灌哪个 后灌哪个 肯定是先灌下面的 后灌上面的 对吧 有学生说 一出孔 二细间 你的这个记忆的 也不错 一出孔 就是一是粗爪症的地角楼窗孔 二次是精爪症的基础间的 一粗口 二细间 好 好 我们继续往下 七二龙院 一次灌是螺丝孔 二次灌是设备与电铁之间的 设备与基础间 准确的 你要记准确 设备与基础间 电铁就被埋在里边了 电铁就被埋在里边了 也有一种方法 是最后把电铁给抽出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 错讲法和压讲法的区别了 好 好 我们继续往下 有学员说 赶上休息的时间了 我们看一下 那就把这一点点讲掉 正好有一个小尾巴 我们把小尾巴讲掉 小尾巴在 在这个 七十二页的最下方 七十二页的最下方 讲到这个尾巴 我们就休息一下 有学员说不休息 太好学了 根据我的经验 不管是直播还是面授 不休息的话 第二 就下半节课 下半场 基本上脑袋不转 基本上脑袋就不转了 没有讲的 肯定要看 我们录播会有 没有讲的肯定要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这个灌浆 灌浆料的分类 以及灌浆料 灌浆的分类 还有灌浆料 如果你学的是土建 这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支点 你学土建也好 学施政 都会非常非常的详细来讲 可是在我们基电 它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选择题的考点 因为我们做基础少 用到混凝土 就是刚刚讲了 固定设备 这时候用一点点 那么也非常简单 我们来理解一下 灌浆料分为 一 细碎式混凝土 二 无收缩混凝土 三 微膨胀混凝土 四 环氧沙浆和其他灌浆料 好 你只用简单的 有一个概念 就是什么呢 首先是无收缩的 我们的混凝土 是有那种可以收缩的 然后微膨胀 你想一下 我已经灌好了 完了遇到收缩 可收缩的 灌浆料会产生什么呀 你这个混凝土之间 和我们的基础之间 就产生空洞了 之后工作的话 肯定会晃 它基础就不实了呀 所以要么 是不能收缩的混凝土 要么还是微微带点膨胀的 这个很好理解 对吧 所以是不能再收缩的 这种混凝土 剩下两个 一个是细碎石 一个是幻想沙浆 我们给大家一个 提供一个小小的口诀 叫无锡环卫 无锡的环卫工人 再扫 扫 扫混凝土 无锡的环卫工人 再扫混凝土 我们明天会有二件的课程 我们明天会有二件的课程 对 好 放到下一个里边 在教材的 七十三页 这个点 如果比如说 没有预期的同学 没有预期的同学 好好看看 从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就现在这会儿 好好预期一下 就是刚才 回复零的这些同学 特别高频的一个考点 待会儿我给大家讲一下 有多高频 基本上是全书里边 考核频率 数一数二的一个点 就频率 啊 感谢观看